狗熊励志 森林里住着一只大狗熊 它的个头大极了 走起路整个森林都在颤抖 这只狗熊特别的骄傲 它认为自己的体格这么大 一定能够打败一切小动物 有一天 它在森林里就遇到了一只老虎 老虎可是森林之王 跟老虎相斗会有什么结果呢 结果当然是狗熊失败了 被老虎打得是头破血流 它逃到一棵大树下 躺在那儿一边叫着一边难过着 还在那儿喃喃自语 有朝一日我一定 我一定要打败老虎 一只蜻蜓飞了过来 好像看见狗熊在那儿叨咕着什么 它就飞过去问 嘿狗熊 你在说什么呢 声音那么小 我一点也没听到 狗熊看了看蜻蜓 对它说 我在立志 我在立志 有朝一日一定要打败老虎 今天被它打败了 过了一段时间 这狗熊还真是不消停 它又去与一只大象争斗 结果还是被打败了 大象用它的大长鼻子甩来甩去 把狗熊扔就打得头破血流 狗熊气急了 可是真的是没有办法 还是落荒而逃 它就又逃到了那棵大树下 躺在地上 在那小声地叨咕着 有朝一日 我一定要打败大象 正巧那只蜻蜓又飞来了 看到这个情景 去问狗熊 你又怎么了 你在这儿小声地嘀咕什么呢 狗熊告诉蜻蜓说 我在立志 我有朝一日 我一定要打败大象 蜻蜓想了想对狗熊说 哦 我见到两次了 你都在这里立志 天天在这里立志 有什么用呢 不如自己发奋努力吧 否则 总在这儿埋怨 总在这儿用嘴来立志 你还是一只 无能为力的狗熊呀